專注力不足和過度匯約 專注力不足和過度匯約的症狀有很大分別 專注力不足普遍就是 譬如上課的時間 會很難先專心 很容易分心 甚至經常做夢 而他們有時的時間管理會很差 做功課有時會很慢 叫他們做的事又不會做 也會很容易有理解上的錯誤 譬如閱讀文字 或者別人說話的時間會有些困難 收拾物便銀也會有時比較混亂 很容易又不見事 很容易經常扭帶事 過度匯約完全是另一種症狀 小朋友會覺得經常都很頑皮 好像經常都停不下來 甚至有時會有些危險的動作 過度匯約也有時會有些衝動的行為 例如說話上或者行為上的問題 有時會經常閘著別人說話 或者想說一句就說一句 有時不理人的感受 其實有時過度匯約和專注力不足 未必一定要同時發生 我們說大概有六成的小朋友 可能會有ADHD的時候 兩樣症狀都有 但有三成的小朋友 只會有專注力問題 有一成的小朋友 可能只會有過度匯約問題 所以你的小朋友如果很乖 其實一樣有機會有些專注力不足的問題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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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